法谷山智慧随身书 佛法妙锦囊 慈悲关怀 以宽恕的心 以原谅的心 以慈悲的心来对待不平衡 不公平的事 做到以后尽量公平 丁宁 021 自爱爱人爱一切众生 自救救人救一切众生 人生月刊 011 009 要知福 习福 多陪福 处处广结善缘 凡事设身处地多为他人设想 来增长自己的慈悲心 禅门 016 慈悲是具有理智的感情 智慧是富有弹性的理智 禅门 103 用慈悲关怀人 用智慧照顾自己 用慈悲处理人 待人 用智慧处理事 对待事 人生月刊 E35 002 要是己 是人 是进退 实时身心平安 凡事不为自己的利害得失设想 来开发自己的智慧心 禅门 016 以利他的存心 达成自利的目的 禅门 103 用慈悲心关怀他人 乃至便及于一切众生 禅的世界 277 少以私利 尽力为左眼 多以远力 功利来设想 法谷山的方向 121 慈悲是什么 是无条件的关怀 体谅 协助 法谷山的方向 121 先使自己的身心 保持健康快乐 才有能力设身处地 为他人设想 为众生解困救急 禅的世界 277 凡事设身处地 多为他人设想 增长了自己的慈悲心 平安 049 随时随地心存感激 以财力 体力 智慧 心力来做一切的奉献 我为你祝福 032 慈悲是奉献自我 而为众生带来幸福 快乐是奉献自我 而解除众生的灾害及苦难 禅门 032 待人接悟 有的不需拒绝 不该有的不需非得到不可 圣言说禅 011 凡事遇到困扰的问题 不要把它当作可怕的 讨厌的 无奈的遭遇 而要把它当作历练 训练和帮助 法骨终生 058 不动心并不等于木头 石头 它的意思是不住心 就是不在一个念头或任何现象上产生执着 圣言说禅 017 忙没关系 不烦就好 忙不是问题 烦就变成了苦恼 禅门 182 凡事要干 不要急 干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即 则可能造成麻烦急乱 心灵环保 156 我们需要的东西不多 想要的东西却太多 法骨山的方向 109 烦恼是自己的 如果感觉到这个环境有烦恼 有问题 应该先检讨自己 不要责怪他人 埋怨环境 法骨杂志 007 004 人不可能离开群体而独立 既然生活在群体中 就必须顾及群体的利益 彼此守望相助 心灵环保 127 世间是没有一样没有困难 只要有信心去做 至少也可以做出一些成绩 春夏秋冬 109 认真生活的本身 就是在重重困难中展现升级的过程 不断的努力 也会不断的遇上挫折及困难 圣言法师教禅作 107 要想得到他人对自己的肯定 必先完成自我肯定 有了自知之明才能自我肯定 才会建立起自信 圣言法师教禅作 146 遇到好事不必骄傲 遇到坏事也不必烦恼 即使努力求进步 求改善 才是最好的决定 禅语物 177 世人世己是进退 实时身心平安 知福习福多赔福 处处广结善缘 禅药 178 帮助人 而别人真正得到物质上 精神上的利益 将来他们也给我回馈 来帮助我 棉花微笑 029 做人要为人着想 要通勤达理 要思前想后 不可伤到别人 棉花微笑 098 人类能够互相包容 人间就还有希望 不会绝望 心灵环保 047 情于照顾周遭众生的苦难 是大福报 善于处理你我及他的问题 乃深智慧 东南西北 085 提得起 放得下 年年吉祥如意 用智慧 种福田 日日都是好日 法谷杂志037 001 多听多看少说话 快手快脚慢用钱 第一句是增加智慧的妙法 第二句是种福田的良心 教育文化文学 109 放下而无所求 提起而能接受 人生月刊 135036 心中要常常保持没有事 也就是脑子里没有忧郁 不满的事 法谷山的方向 135 以智慧实时修正偏差的方向 以慈悲处处给人方便 法谷山的方向 120 好人应从对自己好 而后对别人好 最后使得人人都是好人 年花微笑 068 好人不寂寞 善人最快乐 时时处处助人利人 也就会在时时处处你最幸福 四众佛子共勉欲 029 智慧是不用私情及感情等情绪来处理事情 以纯客观的态度和超然的角度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人 事物 修行在红尘 043 智慧本身必须放下主观的自我 同时要靠经验的累积 心胸广大 看得远又看得准 叮咛 043 面临困难时 勇于接受困难 便是对治困难的妙法 法谷杂志007 004 唯有体验了苦的境遇 才会有精进奋发的心 法谷杂志007 004 一个人如果没有苦难的感受 便不容易对自己警惕 更不容易对他人同情 法谷杂志007 004 以智慧照顾自己 以慈悲关怀别人 心灵环保 206 生活中 多保持一份宁静的心 多保持一份向内看的心 就会少一点被外境困扰的可能 智慧100 058 如果有智慧 不但自己不起烦恼 而且能为别人解决问题 智慧100 260 世上最可贵的是智慧财 最贫穷的是因为愚蠢而贪得无厌 智慧100 260 常以心平气和的态度谅解人 包容人 帮助人 你就是一个能够生活在如来智慧中的人了 智慧100 040 世间处处是完美的 如果你能给予幸福 而不是摘取幸福的话 年花微笑 128 在某个人的利益的同时 也应该想到群体大众的利益 那才是真正可靠的利益 法谷终生 178 凡是要知己知彼 通勤达理 不光是为自己的利害得失设想 便能开发自己的智慧 平安 049 世间是没有一样没有困难 只要有信心去做 至少也可以做出一些成绩 春夏秋冬 109 踏实地走一步路 胜过说100具空洞的漂亮语 禅的体验 禅的开示 245 有信心 决心 恒心 不为艰难险阻 不怕失败挫折 勇往直前 最后一定成功 禅的生活 058 四种环保 礼仪环保 生活环保 自然环保 心灵环保 环保最简单的概念就是简单 大家的生活能够回到简单一点 就是环保 心灵环保 016 环保的原则 就是佛教徒的生活原则 也就是简单 朴素 整齐 清洁 卫生 健康 圣言说禅 114 因为我们的心被污染了 以至于环境也被污染了 如果我们的心不受污染 环境也会跟着不受到污染 心灵环保 036 以智慧庄严我们的心 即心灵环保 心灵环保 064 环境保护卫生 还是得从我们的内心做起 如果我们少一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 多一点精神生活的话 可能我们会对环境保护的更好一点 心灵环保 145 少丢一个塑胶袋 就是一个功德 心灵环保 023 除了必须用的 不要多用 更不要浪费 对我们拥有的生活环境 要知福 祈福 保护 禅的世界 162 少欲知足 便会珍惜天然资源 养成祈福的习惯 等于推动环保 心灵环保 049 关怀他人 便不会因一己之力 而造成整体环境的破坏 心灵环保 049 多为他人设想 少为自己贪求 人间净土才可能实现 心灵环保 049 若能照顾到环境的整齐清洁 才能照顾到你的心 禅的体验 禅的开示 259 要得到心的清静并不容易 但在耐心的把环境照顾得整洁之后 心也比较能够清静与平静 禅的体验 禅的开示 259 心平气和 身心常放松 逢人面带笑 放松能使我们身心健康 法骨山的方向 106 见到任何人也都不要怨 不要厌 不要怕 不要担心 要面带微笑 法骨山的方向 106 可以厘清是非时 以法 以理 据理力争 万一无法厘清是非时 只有以情 以慈悲心 任其自然 心灵环保 223 人与人之间 彼此信任 互相尊敬 互相帮助 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 基本道德 四众佛子 共勉欲 038 能够心平气和 看待世间的一切境遇 就能不计得失 自然实时身心愉快 耕耘心田 057 遇到烦恼 要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法骨杂志 082 001 在被烦恼所苦的时候 学习着暂时放下自我 也会有益于身心的健康 智慧 100 072 遇到无法突破的困境时 告诉自己 虚空广大 何必分别 你就觉得是处身于海阔天空的内心世界 智慧 100 030 建设人间净土是从每个人内心做起 每一个人要有行善的心 不要有自私的心 禅语物 112 如果我们能随时随地心存感恩 祝福的诚意 能从内心发挥出来 那么我们的家庭与社会都是平安的 我为你祝福 056 如果你的心清净 那么你在任何地方都是清净的 佛心众生心 026 当心中感到欢喜愉悦时 所见到的世界也比较美满 禅语物 093 如果我们平时情绪稳定 思想开明 心胸豁达 对自己 对别人 自然都会有安定的作用 禅语物 118 身心平安的寻求 从内心的平安做起很重要 平安 004 自己所拥有的 不论是权势 名利 眷属等等 都不要患得患失 就能活得愉快一点 自在一点 圣言说禅 010 知书达理 工作及课业能忧则忧 不能忧也并不等于走投无路 能拥有健全的人品 健康的身体 愉快的心境 才是人生的资本 禅门 122 设心专注于所做的事上 如此可节省时间 提早完成你所做的工作 而且比你胡思乱想时做得更好 禅的生活 326 若能多读书 多动脑筋 以明治的观念推行利益民众 造福社会的政策 不仅使现在的人民盟利 更可以是未来的全民后代 也可以得到好处 法骨终生 192 学生对于老师要治理尽 并且深深体念老师的教会 佛教入门 061 老师对学生当以恳切之心 将自己的技能和学问 尽量的传授并给予爱护 佛教入门 061 知识学问 贵在学以致用 不用便无用 无用便无益 智慧100 054 凡事见己履及 惊情不屑 必能利人 也能利己 智慧100 054 求学要常清静 请教 请是博文强记的人 或见多是广的人 由此获得智慧的启发和学士领域的开拓 智慧100 026 求学有两个要诀 一是常清静善友 二是遵守真理 智慧100 026 个人有个人的才能长处 若不明白这层道理 硬要拿某些世俗标准来比自己 比他人 必是自寻烦恼 心灵环保 094 近期在我的从品德 才能 知识等各方面不断努力 充实自己 成长自己 但求耕耘 不论收获 禅门122 除了必须具有谋生的知能外 进一步也要有经国经事的学问 才能自安安人 救国救民救世界 禅门144 谨言慎行 话到口边想一想 讲话之前慢半拍 不是不说 而是要习言慎语 法谷终生 072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莫论他非 是做人的美德 法谷终生 070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需要沟通 沟通不成则妥协 妥协不成时 就原谅和容忍他吧 丁宁 093 群体活动的礼仪 是以礼仪来统一彼此的旗舰 促进彼此关怀 达成一体共同的成长 人生月刊 133010 人的进化是从新的行为进化起 从身体和语言的行为表现出来进化人间 修行在红尘 085 在任何一个团体中 都难免会有是非 若能够在是是非非的环境中 保持平静与和谐 这就是个人的成长 心灵环保 112 有益于众人的事必须做 有益于众人的话必须说 有害于众人的事不要做 有害于众人的话不要讲 智慧100266 以礼仪来改善社会风气 造就文质彬彬 富而好礼 礼尚往来 共存共荣的社会形态 人生月刊 133011 以礼仪来保育社会生态 减少彼此间的摩擦 消弭彼此间的怨恨 人生月刊 133011 在个别接触的礼仪中 要以礼让对方来成就自我 以尊重对方来化解敌意 以称赞对方来增进和谐 人生月刊 133010 我们不是叫别人来尊敬自己 而是先要健全自己 奉献自己去关怀别人 才可能被人尊重 才可能影响他们 修行在红尘 054 语言 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 有时却会变成破坏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杀手 听到流言之后 如果变得心浮气躁 流言的杀伤力就会更大 如果能保持理智 才能好好打开这个节 法谷终生 092 个人的礼仪 主要在提升自我的品格 化出自我的积息 从而达到自我尊重 自我肯定 自我成长 以及自我消融 人生月刊一三三 一二九 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礼貌上 禅的世界 三四一 一定要在发觉自己有错误之后 加以修正 修理 并且应该切切实实的照修正过的行为 继续努力下去 佛教入门 182 欢喜自在 在生活中不妨养成能有 很好 没有 也没关系的想法 便能转苦为乐 便会比较自在 智慧100 113 与其争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不如擅自珍惜运用自己所拥有的 心灵环保 094 做一天人 就因情情分分的努力 尽人应尽的本分 至于有没有回馈 有没有收获 不用计较 不用执着 修行在红尘 074 少生烦恼 广结善缘 修福报 是进化人生不变的原则 法谷杂志 049 002 拥有名为财富 并不及是痛苦的根源 如果贪欲不易 不择手段而为力仕途 便是诸苦的原因 智慧100 212 每当心理混乱困扰之时 告诉自己 不要接受环境的摆布 不要接受烦恼的作弄 对人要存慈悲心 对事要有智慧心 如此一来 也就不至于那般的痛苦和烦恼了 智慧100 129 要把去恶行善的心提起 要把争名夺利的心放下 要把成己成人的心提起 要把成败得失的心放下 要把众人的幸福提起 要把自我的成就放下 禅的世界 251 要用诚恳前进的心 去对待一切的人与物 圣言法师教禅作 096 要实时把握现在 处处活在当下 尽量避免造罪 努力种植善因 圣言法师教禅作 104 恩惠就像流水 自上而下 顺流而行 因此 感恩的方法 就是成先起后 把从前人处所受的恩惠 再施与后人 绵延不绝 圣言法师教禅作 074 人生有些波折 才能有些成长 所以不论顺利 凡是成长成功的助缘 都应该心存感激 圣言法师教禅作 089 以智慧和慈悲来看人间社会 人人都会尊重个人的权利 不会互相夺取彼此的权利 禅门 174 一个好人 不但对自己好 而且处处替别人设想 假使人人都对人好 我们这世界 便不会让你遇到坏事 棉花微笑 080 在安定和谐中 把握今天 才能走出明天来 在明确的方向感中 时时踏稳脚步 步步站稳立场 法谷山的方向 意义久 知足常乐 在你生命的过程中 必须先要清楚自己的立足点 然后再加上认清方向 才能走出一条正确而安全的路来 禅门 136 人的烦恼都是从情绪 情感产生 一碰到情一定会有烦恼 佛子共勉语 026 任何事的原动力 都是出于人心的取舍极向背 只要有心 虽仅一念 也必有其影响的功能 如能善用心念 则念念趋向成功 智慧100 115 不用牵挂过去 不必担心未来 踏实于现在 就与过去和未来同在 智慧100 026 为了个人的私利 应当少欲知足 安自己的心 为了众生的福利 要尽心尽力安他人的心 法谷山的方向 意义零 人人有拒绝诱惑的权利 人人有挽泻回报的权利 人人有忍苦耐劳的权利 禅门 167 人间没有真的坏人 只有偶尔有人动了坏念头 做了坏事 坏事可以改 坏心可以变 如此进化的人生或人生的进化 方有其实现的可能 修行在红尘 089 一般人认为烦恼是外在的环境带来的 其实真正的困扰是来自各自内心的挣扎 圣言法师教禅作 067 现在的台湾流行着一句话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放逸颓废 不负责任的观念 智慧100 266 过去是须 未来是患 要把握现在 心灵环保 289 如果你能把自我中心的执着放下 把事实真相厘清 外在的环境就干扰不到你了 圣言法师教禅作 067 如果你能把自我中心的执着放下 把事实真相厘清 外在的环境就干扰不到你了 圣言法师教禅作 067 我们的心 容易受环境影响而波动 我们自己常常跟自己过不去 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禅的生活 031 在生活里和生命过程中 越挫越勇 是成功者必备的条件 年花微笑 026 用情可以使我们的环境和谐 用理可以使环境公平 二者执意不可 也缺一不可 禅语物 050 所谓理性 就是多为他人设想 多站在客观的立场设想 多为大众的利益设想 禅门 041 忏悔和惭愧都是反省的作用 惭愧是发觉自己的错误 忏悔是在承认自己的过失之后 愿意承担责任 并着手修正自己的错误 禅的体验 禅的开示 270 如果偶尔受到人攻击或刺激 就无法忍受而退缩躲藏起来 那就永远也不会有成功的可能了 年花微笑 026 很多人天真的认为 懂得很多知识 就是成长 事实上 不经过实际生活的经验 是不容易成长的 禅门 159 责任是本分事 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就应该做什么身份的事 禅门 163 你是占的什么立场 拥有什么地位 就得尽你该尽的责任 禅门 163 面对许多的事情 如果你只管处理 而不担心他的利害得失 就不会有烦恼了 禅门 182 法骨山简介 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那么少 误解的人却这么多 这是圣言法师数十年来苦学苦修 使至弘扬正信佛法的悲愿 而法骨山的创建 正是为了承担起去佛会命 为众生的离苦的使命 1989年 圣言法师于当时的台北县金山相密的一块山林地 命名为法骨山 以建设一个红传汉传佛教 推动教育的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为愿景 历经16年的建设 在2005年10月落成开山 以心灵环保为核心主轴的法骨山 是一个推动精神启蒙运动的生活教育团体 提倡心灵 礼仪 生活 自然等四种环保 将佛法的精神与内涵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新五四运动 同时致力以大学院 大普化 大关怀三大教育 具体落实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 并透过国际红化与交流合作 以全人类为关怀对象 成就世界进化 心灵建设的工程 法骨山更因应时代需求 以汉传禅佛教为基本立场 容设各系诸宗 开展出中华禅法骨宗 以带动现代观念与思想 活用佛法于现代人间需要 其能以佛法慈悲智慧的鼓声 使人人都能够的安乐 让人间社会成为清净 祥和的乐土